为什么要申请证书呢 没有证书保护 用户名、密码、传输的数据都会被黑客轻易窃取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次使用自己签发的证书或者过期的证书 浏览器会提示不安全 用户体验非常的不好 对于VPN、WebDV等必须加密的应用 要求用户下载安装证书会非常麻烦 你分享给用户的链接 用户没有办法直接打开 没有证书 HTTP2、HTTP3这种更好更快的新传输协议就无法开启 就在前几天 四大浏览器厂商一致同意 将证书的最长期限限制为47天 看来本视频讲述的证书自动化申请和续定 以后会成为刚需 今天要申请的是范域名证书 这种证书一次申请获取的单个证书 可以给所有二级域名使用 范域名证书申请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调用域名服务商的DNS API接口 下面来准备证书申请所需要的必备信息 申请证书你需要一个自己的域名 我的是在SpaceShip购买的 用的是Cloudflare的DNS解析服务 把这段信息复制到文本文件备用 这个网页的链接我放在视频的下方 有需要的自己取取 现在登入Cloudflare 点击自己的域名 下滑找到区域ID 复制 替换ZoneID 进入个人配置文件 点击API令牌 点击创建令牌 点击使用模板 选择自己的域名 其他不动 点击继续 点击创建令牌 点击Copy 回到文本文件 替换CF Token值 现在登录Openwrt后台 来安装ACME 进入软件包管理 搜索ACME 安装ACME.sh 安装成功 关闭 再安装这个DNS API 成功 关闭 这就够用了 其他的这些不用安装 装了也用不了 现在我们通过命令来申请证书 打开这个CQCRT 连接上Openwrt设备的SSH 我们复制这行命令 来进入ACME安装的文件夹 我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先验证一下能不能执行 OK 你看到这个帮助 就说明ACME已经安装成功了 它的版本是3.0.7 OK 第一步呢 是更换一个服务商 为什么要更换一个服务商呢 因为这个ACME 这是多个服务商 它默认的是这个ZeroSSL 但它这个 有一点点缺点 就是它的客户端呢 是实在相对 这个Let's Encrypt来讲 稍微少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服务商切换到 Let's Encrypt 执行的命令呢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文件夹 所以说前面的路径 我们就不复制了 然后直接Copy这个命令 然后进来 切到这里 回车 Sorry OK 可以看到这个DefaultC已经切换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执行后面的命令 这些命令有什么用呢 那第一个就是设置一下你的邮箱 设置一下邮箱 设置一下邮箱 比如说我的 我用切换成我的 设置成自己的邮箱 前面加个点杠 然后把这个命令 拷贝过来 回车 等它执行完成 OK 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执行下一行 命令 就是这个 这个是把这个 token token设置到环境变量里面 直接贴进来就可以了 执行下一行 这一行呢 是把这个ZoE ID 我这个域名的ZoE ID给它放进来 回车 然后呢 最后执行这个 这一行呢 就会把这个两个域名 这个星点 和这个不带星的都放进来 这样你申请到的 就是一个泛域名证书 你所有的二级域名都能够使用 OK 现在 回车 这行 啊 我之前可能用 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用过 所以说我加一个GUNFORCE 等待它执行 这里呢 说明它这个 调用Cloud Flare的接口呢 已经设置上了 用于验证的这个TXT信息 TXT记录 正在检查这个域名验证信息 要等一会儿 OK 验证成功 验证完成之后呢 就把这个TXT记录给删除了 OK 现在已经成功了 这个证书呢 它已经生成了 你把这一段COPY下来 以便你后续使用 这里面最关键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证书的路径 最后呢 把这个证书的路径配置到你的应用当中 嗯 就是这里面这个路径 就把这个路径COPY出来 使用哪一个呢 就是使用 这一个 这个FUCHIN这个和这个Key 这两项 放在一起就是这一项 放这里面 放这里面 替换一下 哇 这就剩下 重复了 把这个替换一下 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重启 然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 离开一个窗口吧 你看 打开之后呢 这里的证书 这里的证书 就是我们刚刚申请的证书 办法日期 4月8日 就已经可以用了 OK 今天就到这里